哈喽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离谱 就前段时间有一次我去做核酸 就在我家附近那里 那个海昌万科的核酸便民检测点那里 我去做核酸 然后护士他没有拿我那个司机管 就build 一下 那个核酸司机管就掉到了前面的黄色垃圾桶里面 然后我当时就 这 这 怎么办 一年门逼 然后旁边的人也 一年门逼 然后呢 护士 就眼看着护士 把手伸进垃圾桶里面 那个黄色垃圾桶里面 把核酸司机管捡起来 然后喷一喷继续给我做核酸 真的是非常的离谱 然后像现在这种情况 混管真的是没有必要去做 然后 因为我做了一次混管 然后他说我混管养性 然后呢 我又去再做一次单管 然后呢 就银性 单管银性 然后 昨天我开车到一个地方嘛 然后 听到广播站那里说 今天全部做单管 今天全部做单管 那也终于取消了混管 就是 目前目前这个时期 全部做单管还是挺好的 不然的话 你做混管 你做一次 养一次做一次养一次 就是很 概率很大的那一种 嗯 我是比较幸运的那类型吧 我是 从疫情开始 到现在 我都一针一秒 我都没有打过 我是因为特殊原因 然后一些疾病 然后医生说我不适合打疫苗 可能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副作用什么的 然后说 然后我就 这 从疫情到现在 一针一秒都没打过 都没有感染过 星光肺炎都是陰性的 然后 算是比较幸运吧 然后我还看见核酸检测点那里写着 非必要不要做核酸 这也确实是 昨天我网约车 接到了一个乘客 是一个中医院的主任医师 他跟我说 现在医院的核酸检测点都停掉了 都 我问为什么停掉 他说医生 大部分医生 一半的医生都倒了 都得阳性了 然后所以说 也没有人手空余处来去做核酸检测 所以说 刚才就取消了 这也难怪 厦门很多医院的核酸检测点都取消掉了 连医生都感染了 都阳性了